这一面 广说分显量真诚力和 比量真诚力分两个方面 其中显量真诚力 分众说和略说 众说别说舍义 其中众说是这样 显量共有四 五五根显量 以及义显量 自证极于佳 显比今次相 事故无分别 当然显量 我们前面显量品当中 已经讲了 所以我这里也不广说 总共我们从名言的显量 和身义的显量 归纳起来 有四种显量 那么四种显量当中 首先第一个叫做更显量 什么是更显量呢 不被烟衣或者坐穿的 各种迷乱的因所染污 而直接依靠外境 来显现他的自相 在我们更生面前能显现 比如说我的眼睛 亲眼看见柱子 这叫做更显量 他不被任何错乱的因所染 完全见到了他的实相 就是他的名言的实相吧 这叫做更显量 然后所谓的义显量 无义显量的话 在相续当中 没有什么疯狂的因 自己明明所了知 刚才所见的对境 这叫做义显量 自证显量的话 不依靠其他的原因 不管是你感受快乐也好 痛苦也好 自己明明领受到他的本体 不用别人说的 自己从内在当中完全是领受 这叫做自证显量 瑜伽显量的话 修行人通过修行 禅定或者说 依靠咒语的能力等等 期限超出我们凡夫意外的一种 能知道一切万法的真相 这样的瑜伽显量 当然瑜伽显量的层次 是不相同的 有很多层次的 所以这叫做瑜伽显量 那么不管是哪一个显量 他们的对境完全是自相的 不像分别念的对境一样 是自相的 而且它绝对不会有分别念的 当然这个分别念 平时我们讲英明的时候 有三种分别念 用本性分别念 本性分别念的话 所有众生的心和心所 全部包括在本性分别念当中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里无分别 也是可以包括在本性分别念当中 因为它毕竟还是 设在心和心所当中 还有一个四刹分别念 四刹分别念的话 你对粗法有熏色 然后对西法也有四刹意 这样的一种分别念 但这种分别念 在这里也并不是这样讲的 我们前面讲的 熏色和四刹意吧 在《俱舍论》当中是有广说的 比如说 瓶子是熏色 然后瓶子的裂缝 瓶子上面的细微的花纹 只是四刹意 这样的分别念 在这里面也不包括 那这里所远离的分别念是什么呢 就是名言和宗意 异共相和弥言混合在一体的 这种分别念 必须要远离 所以显量 绝对不会有 柱子和柱子的 自相和共相混为一体 这样的执著 完全是分开的 因此所谓的显量 远离了这些分别念 而如理如实地 照见自己的对境 这就是所谓的显量 当然这个显量没有的话 有什么样的过失 它存在的话 有四种显量 其实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这个想法当中 还继续广述 这样的 现在讲的这一会讲里面 就是讲正乘离 正乘离当中讲 显量正乘离和弥量正乘离 首先显量正乘离 我们众说已经 众说里面的有部分 还没有讲完 他这里上面所讲的 这四种显量非常的需要 因为四种显量没有的话 导致什么样的过失呢 下文当中也是会说明的 尤其是如果所谓的 能召见事物的真相 自相 这种显量不存在 因为没有因的缘故 与它而产生的比量的果 比量的话 也是没有的 这是《诗量论》当中 也是这样的 显量的根本 还是显量 比如说我们显现的东西 如果不存在 那么与它隐蔽的东西 没办法退出 我们如果山上的烟 没有看见的话 那么与它隐蔽的 要退出来的火 没办法进行推测 那么诸子的所作 如果没有正成 那与它的无常 也没办法退出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 很多很多的推断 推测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显量的部分 如果显量的部分 都没有的话 那么硬币的部分 没办法退的 所以说 显量是非常关键 很多人现在对显量的概念 不是特别明白 这样以后 他得出来的比喻 或者说他得出来的 比量的结论 也不是圆满 因此依靠因而产生的果 因为有了妙药 我们退出来 它有果 它有因 然后如果我们退出来 发现因不存在 那么它的果 也必定是不会有的 所以很多很多 因和之间的关系 还有事物的现象 和实现上面的许许多多的关系 一定要建立在 显量的基础上 如果显量的 这一点不存在 那世间当中的很多 隐蔽的部分 我们为来了知的这些地方 无法推断 如果我们显量当中 也就是说显现上的 显量和必量 从明言量的角度来讲 也是必须依靠显量的 如果显量不成立 刚才所讲 我们也通过推断来 知道诸子是无常 或者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这些推理 根本没办法 进行利用的 这是从现象上 从明言量的角度来讲 那么同样的 如果显量不存在 空性等等 也是没办法了知 因为所谓的 远离一切戏论的空性 实际上是我们现在 依靠观大显现而安立的 如果我们对珠子 瓶子等 世俗当中的很多这些法 眼睛亲自见得到的 幻化般的眼睛亲自见得到 然后我们作为这个法 作为这个优法 然后再进行推理 说这个珠子虽然我眼睛看得见 但是我们通过智慧 来进行剖析的时候 这个不存在的 然后不存在 利用幻化的什么比喻啊 这样来最后知道这个珠子 也是远离一切空性的 如果我们现年见到的 显现的现在这些世俗法没有 那么赤裸裸的空性 给你交代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它是远离一切戏论了 远离一切这样的戏论 如果现在人们 所见所望的这些对境 现年的这些对境 全部已经不存在 那么无缘无故对你 知识一些真正的生意教言 这也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说天空当中有月亮 但是我们用手指没有知识 你光是说天空 用云烟来没有表示 用手指来没有表示 然后我要对一个人 要知识天空的月论的话 我手也没有 口也没有 眼睛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只有一颗心 我要想给别人 说天空当中有月亮 有没有办法呢 绝对没有办法的 如果我有了手指 虽然手指不是天空的月亮 但是我通过这种手指 对它指示 你看看 天空当中有月亮 很多人在看天板 你们看看看 天空当中有月亮 那这样很多人 有些人不是 萨迦班族他前面也讲了 有些用手指来指月亮的时候 不看天空 只看手指 这也是非常愚笨的一种行为 不能看手指 一定要看天空 是这样的 所以显现还是很需要的 显量很需要的 如果显量没有的话 那么依靠这种比喻来 指示空性 这也是根本没有办法的 因为所谓的证悟生意地 完全是依靠明言地 不依靠明言地 那就根本得不到 超离我们分别思维的 这样的生意地没办法的 所以龙猛菩萨也是说了 他说 若不以受地 不得地义 若不得地义则不得涅槃 因此如果我们第一个 世俗地没有通达 那么生意地的 也就是说 第一的生意地 绝对不可能得到的 那么《月城论》 也是在《入中论》当中 《入中论》里面 也是这样说 有明言地为方便 生意地是方便生的 不止分别刺二地的话 那么此人分别入歧途 也就是说 有些分别入歧途 是这样来安理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 生意地实际上是方便生的 四处地是方便法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所见所远的诸子品质等等 这些是眼睛显量见到的 然后这样以后 按照密宗 可能有些上师 通过各种方式来 你贤量所见到的东西 是如何如何 有一种表什么 最后它相续当中 方便当中产生生生意地 如果我们不知道 显现和空性之间的关系 不知道二地的话 那这个人 已经完全都是入了邪道的 非常危险的 因此我们要懂得 二地也很重要的 尤其是显量和必量之间的关系 还是必须了解 不了解的话 通达空性的本意也有一定的困难 下面分别宣说当中 根显量和义显量 自证显量和瑜伽显量 讲了四种 那么首先 我们讲根显量 根显量是这样的 五根所生是 明了数字尽 根显量比我 柔莽不绝尽 那么前面也讲了 五根所产生的五种事 比如说 依靠眼根而产生眼识 依靠鼻根而产生鼻 依靠意根而产生意识 它这里是五种根式 一根还不包括 是眼耳鼻色生 在五种根产生五种事 然后能明明了了地 了解到自己的对境 依靠眼睛完全色法上面的 所有白色红色的颜色 在颜色面前显现 当然这样的根式一定要需要 如果这样的根式没有 这个叫做根显量 这样的根式不存在 那么我们世间的人 全部都是盲人 龙牙一样 根本不能了知 名言的一些取舍法 你看眼根没有 那就像是盲人 正因为盲人没有眼根 他见不到舍法 而龙子没有耳根 他根本得不到外面的声音 然后一些 比如说我们身体 现在有些没有知觉的人 这叫做生根已经坏坏了 现在有些病人 他对下身瘫痪 上身瘫痪 现在什么知觉都是没有的 怎么样都没有的 这就是他身根的部分 已经毁坏了 还有蛇根毁坏的 还有鼻根毁坏的 这种现象都是有的 有些鼻子什么都闻不到 现在国外也有很多人们都认为 这是特别奇怪的人 什么味道都不能尝到 那其实他的根坏坏的 这是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就像我们眼根没有了 看不到舍法一样 这种形象是相当多的 那么这些人根本不知道 外面自己的这种对境 其实这样根的存在 和根显量的存在 应该说在我们名言当中 它是实实在存在的一种东西 而并不是凭我们的理智 凭我们的语言来进行加力 如果是语言来进行加力 就像是取名称一样的 而如果本质上 严格和言识不存在的话 对龙牙面前也是 我们用其他好听的名称来解释 也是可以的 但实际上不是的 只不过是现在这个真理 原来不了知的东西 通过剖析 然后让它了知而已 比如说一个场库里面 本来是放着东西 但是以前没有发现 通过照亮灯以后就发现一样的 以前我们所谓的根显量 意显量 这些很多人 没有学过宗派的人 不了知 但现在通过学习音笔之后 哦 知道我们人其实 名言当中有根显量 依靠根显量以后对舍法也好 对圣仪 对这些法一一一地可以通过比量 认识到它的本性 因此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真的诸佛菩萨的加持 现在这样的腿力 现在我们只能初步看得到一些比量 其实如果我们真正还要去实修 还要去身体理性 除了我们眼睛看到的 意外的不可言说的生意地 每一个人可不可以享有呢 完全都是可以享有的 这一点大家都是要深信不疑 因此大慈大悲佛陀的教言 依照如理如法的二修持 证悟空性胜义 对每个人来讲 应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一点我想我们很多道友 也应该越闻思越有信心的 这是根显量 下面再讲一个颂词 他这里所谓的一显量 依靠一根而产生的 然后对外法和对内法 是明端或者明智的意思 他那个端在藏文当中 也有指的意思 判断或者断定 明明断定吧 明明断定内法和外法 外法的刚才色法 等等这些景象 也是完全在明白的 然后内法的 比如说它的有关意识方面 对外境没有关系 像做梦等等 这些现象也完全来了知的 对外也了知的 对内也了知的 那么这样的现量 叫做易现量 如果这个易现量没有 虽然这个人可能对外境 色法的了解 对圣法的了解 这种情况是 依靠根实也是存在的 但是没有如果易现量 那内微全部了知的 这样的意识 绝对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说 易现量的必要 也是在这里说明了 我们任何一个众生 内心当中的一些 光是一世的这种幻化 也要了知的 而且依靠根 依靠物根 对外境的了解也需要的 就像一个家里的一个主人 他自己对家庭的状况也清楚的 然后对外面的世界 和社会 国家的一些情况也了解 那么对零零歪歪的事情 都弄得非常清楚 那么我们的意识 完全是这样的 因为更是外观的 在外面的 它是专门 五种专业的工作人员 现在有些企业家 他专门有一些项目经历 他做这个项目 用这个经历来管 那个项目用那个 尤其是现在有些集团的管理方式 都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的掩饰 鼻饰 全部是不同 工作的一些项目经历一样 他只能对这个范围上 比如说掩饰的话 他自己对色法方面 完全都是了解的 但是对生意方面 一点都是不知道的 他只是出口贸易 对这个 不说什么了 这些我也不是搞生意的 不过我就用这个方面 比喻还是可能比较了解的 但是你全部要知道的话 那一定要意识的忠敬 这个应该是找仲裁 是吧